6月7日,有某杂志主办的城市趣味艺术展在上海开幕 当晚的红毯吸引了李晨、张鑫义、宋佳、杜纯、黄博、张晓龙、孙茜等14位当红艺人 值得一提的是,一项叉子烟红争起斗艳的红毯,当晚却以简约色系为主 黄毅达、唐燕原权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保守的全黑系列 随性的周笔畅更是穿着一双夹脚托轻松上阵 而一向喜欢张扬个性的尚文杰则抛弃了以往夸张的造型 以一身半透视全白西装亮相,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当晚的红毯最受瞩目的非杜纯莫属 对于外界盛传杜纯以令杰新欢才与张嘉尼分手的传闻 面对镜头,杜纯也是首次公开做出了正面回应 其实正好也有这个机会嘛 其实我只想特别简单的,其实就说一句话就是 身为杜纯好友的李晨自然也没能逃过记者的追问 面对记者的旁敲侧击,一项老实的李晨竟然也是首口如瓶 前段时间杜纯的女友张嘉尼以前女友就说他Pieter的事情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我觉得感情的事情还是让他们自己去解决比较好 那你觉得杜纯是一个这样的人吗? 我觉得杜纯还是挺好的 因为我们接触这么长时间 然后认识他以来 我觉得他一直是一个特别仗义的人 不管是对谁,对男人,对女人 我觉得他都特别的尽职尽责 不管是对待他的情感还是工作 说心里话 他是不是有新的女朋友? 这个最好是去问他 那他会跟你交流感情的问题吗? 我们最近只是他生日的时候见了个面 然后之后就没有见过面 今天可能会在活动上跟他聊几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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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